特别的信息也可能很少听到 天堂与地狱 耶稣好几次说到 关于天堂与地狱 不过可能大家都很少听到 是关于天堂与地狱 因为这是一个小讲的题目 尤其是地狱 因为觉得好像很强烈 很严重 但其实耶稣是好几次说到地狱 地狱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们很逼切去传福音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天堂 然后次要的原因就是地狱 两天都是的 首先我们讲一下天堂的美好和奇妙 在马太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大家可以一起读 主人说好 你者有良善又忠心的伯仁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讲到五千、二千、一千两银子的比喻的时候 就讲到五千和二千两银子的伯仁 他说你有良善又忠心 即是说他的生命是良善的 不只是忠心 不只是做事 是良善有一个善良的心 去祝福人的心 与神也有一个好的关系 爱神的 由忠心做他应该做的事 好奇这句说话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当我看的时候 有一次 其实我听过这个经文很多很多次 看过很多次 有一次我在听圣经 在家里我一天听圣经 有关的影片 帮我或者听更多的见证 让我能广阔不同方面的形式 也有时我会认识一些 譬如认识人 我也会看的 有一次我听 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忽然间 为什么不多呢 这个五千两银子 为什么不多呢 令我想到其实就算一个忠心的人 可能一天都有很多时间 不是想着耶稣或者荣耀耶稣的 是只是做他自己的事 这是应该的 不过做这些事的时候 都可以同时 是荣耀耶稣 一路感谢耶稣 或者我们的生命 都彰显出耶稣出来 所以可能一天的时间 如果我们说荣耀神的有多少呢 可能是很少的时间 那我都提醒我 尽量每天 常常多些时间 更多去想到耶稣 感激耶稣 还有去荣耀耶稣 无论我的言语行为 或者我向人说的话 去帮助人 好了 接着他说到 可以尽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这里没有说到天堂 不过这个肯定 我们知道是天堂的了 或者是新天新地 因为天堂是一个总称 其实圣经有说到 将来有个新天新地 是有天有地的 但是神是居住在我们当中的 这里的形容就是有快乐和享受 神是快乐的 神是喜乐的神 是可以令我们享受的 我们世界上很多人觉得 做人都不是那么享受 因为我们人在罪中和神隔离 也都是因为人的负面思想受影响 思想受影响 于是很多时候觉得人生是熬世界的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改变心态 我们活在神的里面 就算现在有困难 在苦中都有落 都可以感激神 在困难之中感激神 就算有一天被迫白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感激神 享受神 我又顺带想说说 现在疫情是更加严重 我之前有一次说到 就无意说错了 说到一千万了 现在真的差不多一千万了 那时候是一百多万 即是说这个疫情也挺难收获 也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和民心 也带来很多不同的影响 这个经济也是挺大的影响 令到可能很多人会 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或者作乱 有很多可能不同的反应 而我觉得这是一个末世的警钟 是真的一个警钟 不是一个 以往我们已经很多次说 又战争 又饥荒 瘟疫 都有的 不过这次这个和以前是不同的 那我今天这段时间 我们下午的事奉操练课程 就是讲到启示录的 和末日的 是详细用圣经去查考 因为我在网上就看到很多 讲到讲录末日有很多加插了人的意见 不是很多严经的 而我是每一点我一定是用圣经去建立 反而我不肯定我就会说 圣经没有肯定告诉我 我就看到了 我会说出原因为什么我不肯定 为什么我肯定我会完全说出来 因为我是很着重很清楚的识经 那两个石士的学位 神学石士都是识经神学的 都是我很体重 从圣经去找答案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更多人 可以报名参加去学习 这里就说可以享受主人给我们的快乐 神真是一个喜乐的神 然后在启示录21章也说到新天新地 一起读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 神的障莫在人间 祂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作祂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神 神要拆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又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这广道就在那里有神的同在 时时神居住在我们当中 神和我们一起 也都所有的眼泪拆去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所有负面的事都过去了 而我们是可以有神的封城的恩典 有神的 正如先说的喜乐 因为神的同在一定有祂的爱 一定有祂的公义 圣结 天堂的圣结也是很漂亮的 所以天堂当然不会吵架 不会有不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中意神任何一件事 包括祂的圣结 在《喜诗律22章》第一节 另一处讲到关于新天新地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阶道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高阳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以后再没有就座 这里讲到那里有生命河的水 这个是圣经很清楚讲到 那里有生命河的水 由神的宝座流出来的 这里顺带讲讲 就是讲到耶稣的神圣 神和高阳的宝座 一起将它摆在一起 没理由说 神和天使 因为有见证人就否认耶稣是神 所以这里将神和高阳放在一起 没理由经常将神和天使放在一起 神和高阳的宝座流出来 还有生命树 结十样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有些人就说 那是否到时人们会病 接着要吃那些叶呢 这个表示的方式 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些叫做 象征性的文字 譬如诗篇里面讲到 神的刺旁 神有没有译的呢 是没有 圣经没有说到它 但是圣经用刺旁的意思 就是一种保护的意思 耶稣说我是羊的门 耶稣是不是一道门来的呢 耶稣是不是道路是一条路来的呢 耶稣不是 这些是象征性的文字 圣经里面是有象征性的文字 也有literal 就是照字面解释的 我们有个经文可以判断 这里讲到说 医治万民 是不是那些人会病呢 这里就说以后再会有咒座 那是应该他们不会病 不过只有一种表示 就是说 就是说根本他们没有疾病的了 有这个生命树 他们是不会疾病的 讲到这里 我也想讲一些 其他人的经历 作为一种参考 这些只是参考 不是 我们要分析 哪些圣经讲 哪些是参考 因为见证是参考 就不是我们绝对的信仰 很可能是 因为这些人都是诚实的人 有一个人很出名 叫Robert Liardin 可能有些人都看过 他有一本书出名 很出名 有中文翻译的 就叫God's Generals 就讲到一些 很被神大大使用 被识念充满 满有神迹歧视的 不同的人物 这个Robert Liardin 他自己小孩子的时候 曾经一次死了 就去了天堂 去到生命河 他就形容生命河非常好 他说 他已经后来是一个牧师 现在应该也是很老 他就下去生命河 他说我下去生命河 和去任何的河是不同的 你落任何的河 那些水跟你是分开的 但是当他进去生命河的时候 他发觉河里面的喜乐和爱 湧入他的里面 当他一落一条河 神的爱和喜乐就涌入里面 非常美好 他形容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听他所说的 他也说到花草会唱歌 还有他进入他的天上的房子 他坐在一个梳化 就是天上的梳化 他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相信大家坐椅子也有这个经历 可能现在坐也会有的 有时移动一下移动一下 哎呦 这个位置不是很舒服 他说坐在天上的房子的梳化 他正好合适 坐在一起不会觉得想移动一下移动一下 是完全令到你很舒服的 还有他是小朋友 他旁边的天下站着 他就在摸他的羽毛 总之他是一个很好奇的小朋友的心态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小朋友了 就是说到这个生命河 我也都认识了一个叫王全道 你在我的影片看到这个人 当我听到他曾经去过天堂 以及有人物的证明的时候 我是再一次回去摄录 几个家庭的见证 你上网找天堂证据 叶牧斯 或者其他主题找叶牧斯 你会看到我很多影片的 天堂证据 叶牧斯说到三个人物 其中一个就是有一个人 他在他当时的政治立场 是不能表达信主的 但是他真的信耶稣 这个王全道是女的 当这个人死的时候 他立刻来到医院 因为家人叫他来 快点来 他快有危险了 他立刻去到医院 他就为他祈祷 一祈祷就见到他了 他明明躺在床上死了 但是他一祈祷就见到他 很开心地跟他说 我现在很开心 你告诉我的家人听 不用担心 他就说给家人听 接着另一句 他说你告诉我的女儿听 我好满意你的婚姻 我满意你的婚姻 他就等候神 有时三四个小时 很长时间 等候神 是一个非常与神有密切关系的人 他去到一间房 他可以立刻感受到不同的人的灵命是怎样的 他立刻感受到人的灵 他就去到天上又见到这个人 这个在这个帝兄的天上 就见到有很多水果 他就拿着这个水果 又拿着两个手 拿着不同的水果 在一起吃 然后他就说 你给我多一千年在地上 我都不会留在地上 我会来这里 黄伝瑞又告诉他的女儿 他的家人听 他又说这句话又是他说的 他很喜欢这样说的 他说你给我多一千年 我都不会做这件事 这句话又是从他那里说的 而且他就说因为他有糖尿病 所以他不能去吃水果 但是他在天堂有糖尿病 不就是没有糖尿病 有糖尿病 还有有馍饭 他很喜欢吃馍饭的自助餐 而那里有很多自助餐 那些水果他就在那里吃 这个是参考 不过我们听到也觉得非常好 我相信天堂一定好得不得了 我们只是知道一点 《啟示律十四章十三节》一起读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是的 他们识了自己的劳苦 造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这里讲到 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识了自己的劳苦 停止了他的劳苦 造工的果效随着他们 那我用一个新娘的宴 新娘婚纱来表达这件事 新娘有些新娘婚纱很长的 长大大地走 到时我们在天上 你所有为主而做的事 就好像这个婚纱在你后面 一直跟着你 而且是永远的 就算你帮那个小子 你鼓励他安慰他 你为他祷告 你帮他更加爱主 向他传福音 这些作工的果效 都会随着你直到永远 是不是很划算 很值得 所以我们有机会 没有行善 因为这个功效是永远存留的 我希望大家都说 我能够祝福人 我们祝福人 能够救一个灵魂 更加是非常宝贵 因为他永远在天堂 真的非常非常好的 我希望大家就说 我有机会为主服侍 但有一件事很重要 我们对于服侍 我们知道 我们一定有罪污 圣经也说的 我们的义好像污慰的衣服 我们各个 为什么叫污慰衣服呢 比如在祈祷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 神都不知道给不给我的 我想大家很多次都会这样 祈祷 不知会怎样 在里面会有一些的怀疑 或者帮人的时候会不耐烦 他确定不信耶稣 他确定不听耶稣说的 我们的心里面就会有不耐烦 这些都是罪 在耐心里面 祈祷的时候不是尊心 不是尽心尽性 尽以尽力 都是罪 凡是不能够完全遵从神的吩咐 就是罪 所以我们各个人都有罪 不要说我有神了 我做了很多东西了 麻烦你给多一点赏赐我 这个心态可以招惹神的愤怒 因为圣经说到 凡是靠着律法清义的 他是会得到神的咒作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 我救好了神了 你看我多厉害 我们一定要谦卑神了 是你赦免我你救我 而我为你做是应份做的 在《路加福音》有讲到 那奴人回来 主人还会不会又叫他 你坐下我服侍你 不会啊 主人说你去服侍我 就是做完耕田还要回来服侍 同样我们都是说 我们是不配的仆人 我们所做是应份做 这个是应份 就是按照规则 因为神给我们这么多好东西 我们做就只有这么多东西 是不是我们真的很聪明呢 不是 不过神是一个很善良的神 祂会记得我们所做的 祂会赏 所以我们所做的 欢喜 但是千万不要骄傲 不要觉得我很聪明 或者比较 你看我比你聪明 这个在神眼中 你就全部减了零分或者负分 就是当你一比较 因为自己比较聪明 反而是亏损的 我希望大家有个正面心态 感谢耶稣 有个正面心态就很轻松 我为耶稣做什么 神都欢喜 但是经常都说 神我知道我有亏厌 求祢赦免我 如果我里面有些比较 祂做得比我 或者我做得比我 也没有人看到我的 的时候我们就要悔改 求祢赦免我们 在讲天堂的时候 我也想讲讲一些见证 是鼓励大家的 我也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那些见证都是真实的 其中一个不同的见证 就是去到天堂 一种很强烈的感受 就是被接纳 他们在世上是不被接纳 但是在天上 真是很强烈的被接纳 虽然他们不够好 还有他们见到他们家人的时候 那些信主 也都是很被接纳 就是不会说 你那时候敢对我 就是天堂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在天堂里面 全部都是很强烈的接纳 还有很强烈的爱 有一个人 他是有 网上有见证的 叫Ian McCormick 他是一个玩家人 他临到死之前 他还是一个玩家人 他妈妈是信主的 就叫他一定要亲近神祈祷 但是他就不肯 他就是一个玩家人 整天玩女人 四处去 但是他有一次在潜水的时候 就被一些叫Bark's jellyfish 是全世界第二最有毒的生物 炸了几次 当他炸了几次的时候 也就是主要有人把他捕回上岸 然后救其他人 捕了他上岸之后 就放在那里 没有人理他了 他就差不多死了 他很睏 很想睡觉 接着他听到声音跟他说 你如果现在睡觉 你永远不会醒 他说是谁人 没有人的 但是他听到这个声音 他就起床 但是很辛苦 因为他已经有一部分身体麻痹 很难 他就走 走到那里又不动 他又停在那里 又再听到声音 你会否为你的生命 你继续去走呢 好了 他去到的士站 不是的士站 看到的士 他就跟他说 拜托你把我的车去医院 那个人见他穿着泳衣 没有钱 你有没有钱 没有钱 没有钱 我不会车你 那个司机想走 接着声音跟他说 你会否为你的生命而乞求 这句话 不是他想的 是神诞给他 他接着就跪下 跟他说 拜托你带我去医院 我现在很严重 那个人就以为他喝醉 他说我很严重 那个人就勉强带了他 接着就不是带他去医院 是带他去酒店 放下他就开车走了 他又叫酒店的人送他去医院 他们又说 醉酒佬不理你 但后来有一个人 叫了救伤车 在救伤车里面 忽然间他就 听到他妈妈的声音 你在急的时候 你一定要呼靠耶稣 他说我都不懂祈祷 不知怎样祈祷 然后弹了一句说话出来 是耶稣教他祈祷 免我们的债 与我不免我们的债 他就说 我经常都遥述人 我没有生气人 耶稣就让他看 这些的士司机 不肯车他的的士司机 他生气他 耶稣就让他看 还有看到他回到酒店 那个人不肯车他 不肯叫救伤车来 他就看到这两个人 他说 神 如果你要我遥述 我就遥述 他接着 神从他用 整个主祷文 很个人性地帮他祈祷 然后去医院 医生打了针 他说你一定要撑住 不可以睡觉 但是他很晚睡 他说我瞎瞎瞎 接着我会起床 但一瞎瞎 立即落地獄 落地獄 但是他开始看到光在上高 他就 那个光一边拉拉上去上高 真的看到天堂 看到耶稣 看到耶稣 他看到一些波浪 在耶稣那里涌过来 他就以为耶稣 要把他打回地獄 但是他发觉那个波浪来到的时候 是完全是爱 这个经历真的非常之特别 他说他自己觉得很不配 他就跟耶稣说 他说我是一个play boy 我和女人上床 我又吸毒 他说每一样 那些爱又涌过来 是很强烈的爱 原来神就这么接纳我们 所以我们想到天堂 真的好到不得了 真的好到不得了 在那里是永恒的爱 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 肯定我们去到天堂 以及帮助我们周围的人 肯定去到天堂 因为那里是完全充满爱 这只是纯粹一个见证 作为参考 不过他所说经历神的爱 我相信这是一定的了 就是圣经里面说到 圣年将神的爱销灌在我们里面 如果地上都是这样 天上更加是充满神的爱的 好了 接着我们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有地狱呢 那如果神那么爱 为什么要有地狱呢 没有地狱就好了 那么个个都去天堂呢 我们一起读一下 罪恶的人一起的 因为光明是拒绝黑暗 圣结是拒绝污蔽的 任何的罪 在神的眼中他受不了 就是好像你去一些地方 那些厕所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我去过很多 真是恐怖 还有很多污英 还有你不用别人告诉他在哪里 你走一趟街 你会闻到哪里了 你已经闻到 你可以跟着味道 你就知道去哪里了 就是这么厉害的 我去过这样的地方 是真的很恐怖的地方 你能不能住在那个里面 我们不能住在里面 因为我们跟那个人是排斥的 神也是的 他对于罪是完全的排斥 他在那个里面毫无黑暗 还有非圣结 没有人能见主 就是如果他没有圣结 是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那里的 在天堂的人下面那里 完全是伤爱和没有罪污的 他们不会再生人 不会再看小人 而圣结是很漂亮 所以我喜欢神的慈爱 也都喜欢神的圣结 如果神没有圣结 天堂那些人又在那里 搞小圈子 又不太理睬你 他在地上的时候不太不喜欢你 不理睬你 特意避开你 我相信在天堂的感觉也很难受 如果是这样下去 过了几千年开始有分党 古灵精怪什么都出 但是我们感谢主 天堂再没有任何罪 所以圣结是很漂亮的 我希望大家喜欢神 所有任何的属性 祂的慈爱 祂的公义 祂的行为 全部都是极美好的 而圣结一定是拒绝护慧 没有可能两样存在一起的 所以有罪的人不能去天堂 是一定要信靠耶稣 和祂有生命的关系 才可以去到天堂的 文数记十四章十八节一起读 然后说不轻而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 赦免罪业过犯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 由罗马斯六章二十三节 因为罪的公义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女乃是永生 首先说神的美好的属性 祂正面的恩典 祂不轻而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是非常丰盛的 祂的慈爱是很贵的 是很多元化 各方面的 和很丰富的 祂有赦免一切的罪和过犯 无论我们在什么状况 我们多惨 多无用 自己不喜欢自己也好 神的恩典救我们用 所以你今天的光景 无论你被人骂过 你被人看少过 你自己看少自己 自己觉得自己不好 无论也好 神的恩典救你用 祂可以将你提升 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你可以成为祝福多人的人 在门后的日子最重要 不是逃避灾难 是救多些人 我们需要更多人救多些人 而救多些人 一定是满有神的恩典才可以 如果我们满有苦毒和忧伤 很惨的时候 我们没有力量 有些人说 我真的很惨 很惨因为我们注目在那些问题 没有从神得力 当我们注目在神 和从神得力 你天天从神得力 你天天起床就赞美神 即使你忙得不得了 你一边拆崖 一边吃早餐 一边都赞美神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有些人我赞美不出 你想想你有生命 你有食物 你有耶稣救你 你将来去到天堂 有圣灵感动 这已经是足够的恩典 就算人不好 人不好不关神事 是人不好 你说到人不好 人的不好 我们不需要放在心上 是他的问题 世人就是这样的了 那时候我们天天赞美神 人感谢神 神做什么工作 立即感谢 你一定会经历神 很多的恩典 你就有力量 你的烦恼 你的忧伤 就会离开 但圣经也都说到 神的另一个属性 就是他的圣结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你有罪 除非那些罪得赦免 耶稣赦免你的罪 因为神的儿子是自圣结 但祂居然为我们承担罪的后果 是很大的礼物 很大的恩典 是我们不配的 但是耶稣居然 为我们承担罪的成份 并且他成为咒座 也都为我们成为罪 与天父隔离 是很大的恩典 我希望大家 神啊你真的好得紧要 你这样救我真的好得不得了 你时时感激神 你的生命自然就会改变 他一定不会以有罪为无罪 他会追讨他的罪 有些人就说 哇 这就很惨 但是圣经也有说到 在耶稣里面 除去一切的咒座 这句话不是给基督徒的 有很多人就说 哎呀 我爸爸犯了罪 如果我们继续被他罪影响 那些罪就会影响我们 但是不会说 我真是求主赦免 我真是爱耶稣 那是神用追讨你的 这个圣经是说不通的 圣经是说到 神一定赦免我一切的罪 一切的咒座除去 我亦都反对有这个说法 因为他们的罪 所以有家族的咒座 我从圣经看不到这个支持 因为这一句所说的 不是咒座 只是说你犯的罪 有个后果的 神亦都可以懲罚 但是如果这个人悔改 那个懲罚是除去的 那个人不悔改 就会有懲罚了 他不悔改的时候 是会有懲罚了 也都有父母所犯的罪 一直追讨 就是会影响我们 但是如果一个人真心悔改 爱耶稣 亲近耶稣 处理生命的时候 神会继续去咒座你的 有些人就很害怕 死了 哎呀 我今天又有什么事 有病 哎呀 咒座了 这个观念有什么不好 经常都觉得 哇 咒座不知道哪里来的 好像 前面又来 后面又来 那里又来 很惨 神不是要我们这样 你看全本圣经 不是叫我们那么害怕咒座的 是叫我们活在神的喜乐满 有丰盛的慈爱 有喜乐的 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的 不是一生一世惧怕的 但是如果人在罪中 在忧屈 在烦恼 跟从我们的父母 祖先所犯的罪 那是会有罪的影响了 可以带来就座 但是你听耶稣说 亲近主处理生命 是不会有就座的 因为有些人就害怕 死了 我要数一下 阿爷犯了什么罪 你为了阿爷的罪悔改 主赦免 这个没问题 不过 不是一定要做到透征 你才没有咒座 而我觉得最主要是亲近神 有神的赦兴 有神的拯救 也都用来处理生命 全心爱神的时候 一切的咒座一定除去 这个我从圣经里面 我觉得这个教导 是令到很多人很害怕 我见过很多人 哎呀 我撞上头 有咒座 又有攻击 我就会这样 魔鬼当然会攻击 有罪就攻击 但是你活在神的爱中 又处理生命 有些人这样说 你还说邪灵 魔鬼攻击 我明明做耶稣做的事 耶稣吩咐我做就会攻击吗 就是我不相信我做耶稣的事 会攻击 是因为人有罪所以攻击 我们要分清的来源 不是因为我们做神的功 是因为我们有罪有污慰 的时候有攻击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有一些 熟灵的迷信 我真的觉得有些 没有圣经根据熟灵的迷信 我们在耶稣里面 欢喜快乐 亦都处理生命 走完神的路 的时候是没有惧怕的 不用怕任何的攻击 因为神一定会保守的 所以这里讲到是追讨 是会追讨的 所以神要追讨人犯的罪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赦免 得到拯救 还有罪的功架乃是死 罪的功架这个死是永死 永远与神分离 永远在地狱里面 但不是消失那种死 是永刑 在马太25章里讲到是永刑的 而在耶稣里面 我们就有永生 感谢天父 地狱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6加16章24节 这里讲到 财主拉撒路 财主去到地狱里面就很惨了 他就说 他求阿伯拉 用指头尖 暂点水涼涼我的舍头 因为在火焰里面极其痛苦 但是阿伯拉就回答他 他说在你我中间有深渊限定 所以人从这边去那边 和由你那边到这边是不行的 因为他讲到在里面是很热 很痛苦 在火焰里面 这个是必然的 我们可以想象在地狱里面一定是 很大的痛苦 是人顶不住的痛苦 是极大的痛苦 求主帮助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肯定自己得救 稍后我会讲 怎样肯定自己得救 肯定我们周围的人的基督徒得救 也都帮助人信靠耶稣 因为那里是极其痛苦的 稍后我都会形容那些痛苦 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到的 好了 耶稣亲口讲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可九章24日二节 凡使者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磨石山在者人的颈项上 冰在海里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 就把他坎下来 由48节 在那里 从事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他一直连续讲的 这个讲到说 你叫一个弟兄跌倒 我们信耶稣 我们真的不要叫弟兄跌倒 也都不要叫任何人跌倒 因为我们是信耶稣 而影响了他们和耶稣的关系 这样的时候 这个就是叫人跌倒 这样的时候耶稣说 就是耶稣很少这样说话 不如找一块大石 把你绑在脖子里 把你绑在脖子里放进海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说话 然后就讲到地狱了 他说 如果一只手叫你犯罪 你斩它下来 什么意思呢 比如你手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犯奸淫 或者是手淫 因为这个不是神的方式 我们就求主洁净我们 赏免我们的罪 给我们的动力 我们要活在圣洁的里面 他说你斩一手 好过你两只手去地狱 你斩一手你少一手 其实去天堂是真的有分一只手的 不过耶稣用一个方式表达 就是说你斩一手好过你两只手去地狱 然后说虫是不死火是不灭 火是不灭的 那些虫一定不是蝴蝶的 蝴蝶不会咬你的 耶稣说 难道很多蝴蝶飞来飞来很漂亮 一定肯定是一些不是友善的昆虫 那些虫是不死的 什么虫我不知道 但你知道我做几只在那里 这些不是一定 而我这些虫应该是邪灵 即是是灵界里面邪灵 在那里搞要地狱的人 即是地狱的人不只是火 也有蟲 这些是参考 有些人去到地狱 就说那些邪灵 就用各样的方法去折磨那些人 形容得很恐怖 也有好几个人说 在我也有一个影片 不是我的 是我将一个人 他有23分钟在地狱 我就将他整个中文字幕 放在我耶牧师那里 你可以找23分钟 耶牧师就会看到一个影片 这个人是健身的 很有力的 但他说我去到地狱 他是信耶稣的 不过神要去经历一下地狱 然后回来告诉人 他说我在里面 直接没有力 那些邪灵弄我 是完全没有力抵抗的 而那些邪灵 是不断去想方法折磨 如何折磨呢 他把他的手拔出来 他又关上他的手 把人扔到他的墙 头爆了又会关上他的头 是不断受折磨的 还有他说我很想吐气 但是很需要吐气 但是没有空气 所以那些气很臭的 所以在那里 你吐气 但是没有吐气 而且是很睏 但是永远没得睡 是很吵 但是永远不会停 每一样的痛苦比地上 是大很多很多倍 所以我们这样想一下 如果我们的亲人去了那里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有一天他问你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真的有天堂有地狱 真的有神的呢 其实我有一些文件证明有神 你想要你传个WhatsApp给我 我电话你一会问我就可以 不如我现在告诉你 9408.8617 9408.8617 你WhatsApp给我 我会将这些文件给你 你可以用来传呼音用的 是帮助大家 如何去帮助这些人 不要落地狱 地狱是很惨的 那里不是给人的 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地方 如果你要做一份工作在火炉 我试过做个餐厅 一进锤房真的很辛苦 出来外面涼快一点 舒服很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火炉 或者很简单 你家里煮饭 如果你家里煮饭是很热 而那些火炉 那些餐厅的火炉 不是那么小火 很大火 你要永久不能下班 你想像 你也不是站在火 在火旁边 你可不可以想像 我们每天上班 你不是很想下班 但是去到那里 是不能下班 你想想那种感受是会怎样 是永远不能下班 永远不能出监 有些地方的监狱是很离谱的 你想想 你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也不是最惨 它没有火 真的有些地方的监狱的情况 是差得不得了 而在地狱里面永远是一火 永远是折磨 永远那些虫在咬 那些邪铃在折磨 那些邪铃在折磨 那些邪铃折磨 圣经没有说的 不过我肯定觉得那些虫 就不是跟你做朋友 那些虫肯定是在伤害人的 所以永远那里是受折磨 但永远不准出监 永远那里不能出监 你想想 我们现在几十年 有些人都厌世 有些基督徒会这样说 耶稣快点回来 让我不用在地上 因为他觉得做基督徒也很惨 不是因为做基督徒也很惨 是因为他觉得有很多问题 所以觉得惨 所以他也想快点去天堂 但在地狱 比地上惨很多很多倍 是永远不能出来才惨 是永远没有一天 我们现在几十年 已经过了这么久 到了那里 几百年 几千年 几万年 几亿年 什么是一亿年 就算我们说一亿港元 我们都不想象到 什么是一亿港元 我们都不懂得想象 什么是一亿 一亿年 都是开始的时候 真的很惨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这个观念 地狱是永无尽头 而永远是极度恐怖 你进入里面是没有盼望 这个是地狱里面最恐怖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这件事 真的要肯定我们自己是得救的 好了 下一点 如何肯定自己得救 可以去到天堂 第一 圣经说 他一定按照他的应许 神照着他应许做事 我们一起读《阿伊汗》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 神所有的罪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苦的心 你必不轻寒 我下面就说到神的应许 他一定按应许做事 就像电灯 他一定跟从电的法则 你开灯 除非灯坏了 他一定会开灯 他不会说我今天没有什么心情 你不开灯 除非你的灯坏了 他一定会跟从电的法则 同样神会跟从他的应许 他不会说我今天没有心情 你昨天瘁了 我今天不赦免你 神就是这么好的 你昨天瘁了 他一样今天 这么有耐性去感动 他永远都是耐性感动 他永远不会说要伤害你 要令你痛不欲生 神没有这种圣情 是人才有的 所以我们很感谢神 祂是一个这么慈爱 这么肯跟从祂的规则的神 祂跟从祂的规则 祂的规则是很好的 不同的有些人 祂答应了你一件事 但是又没有做 再次答应又不做 但是神永远 祂一定照着祂的答应去做 这个说我们认我们的罪 祂信实是公义 祂信实就是祂照着祂应许去做 祂是公义的公平的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代价 所以是公平的 祂一定赦免我们的罪 洗剩我们一切的不宜 以及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悍 有个人真是为罪忧伤痛悔 神一定不轻悍 有些人认罪是这样的 神是我犯了罪 求你赦免吧 多谢天父 那就祈祷认罪了 我们要记录一件事 就是我们不是单是告诉耶稣 我们有罪 我们是忧伤痛悔 我们知道罪是很严重的 罪是很严重的 罪是破坏我们生命 罪是令到神很不起悦的 罪是叫我们与神分离的 罪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学一样的 憎恨罪 以及憎恨我们犯过的罪 有时神会提醒我们以往的罪 有几种反应 有些人就说我真是坏 神都不会谣说我 有些人就会这样 这个不是神想我们 神想我们做什么 我憎恨当时我这样犯罪 我当时这样伤害的人 我当时这样做法 真的很污蔑 求主赦免我 我真的要憎恨这个罪 不要再犯罪了 这个就是神的心 亦都深信神一定赦免 神一定赦免的 神一定我悔改 祂一定赦免 就是不用说 哎呀 或者以前没有赦免 求主真的赦免我 你真心悔改 神一定赦免 我们所求的 就是在神里面 有一个喜乐的心 赦罪的心 轻散的心 但是有一个憎恨罪的心 就不是一个内疚 哎呀 惨了 神要说我不是这种心 神不是想我们这样的 神是想我们轻散 起乐 但是同时 憎恨任何一样的罪 福音一章十二节 一起读 凡接待他的就是 信贪明的人 他就是他们权命 作神的儿女 这里告诉我 什么叫信耶稣 就是接待耶稣 接待让他做我们的救主 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掌管我们的生命 赦免我们的罪 拯救我们 这样的人 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了 就是说信耶稣不是只是头脑信 有些人会这样想的 他说 总之你说信耶稣 你就是得救 你就是基督徒 圣经不是这样说的 圣经不是说你只说信耶稣 就是得救的 不是的 圣经很清楚说到就是说 信耶稣的人有很多的特质 我们是信耶稣得救 这个信的意思不是 我信有个耶稣 或者我信耶稣会赦免 不是只是这样信的 而是说我依靠 我接待他 我依靠 我靠着耶稣得救 那种的信 就是好像你信的医生 你不会说 我信的医生也挺好 挺好 那别人说 为什么你的病不好 你有没有吃药 没有 我信的医生 我信医生 我很信了 不过他又没有行动的 他的时候 那不是信 我们是让耶稣做我们的主 赦免我们的罪 我需要耶稣救我 赦免我 这种的信心 不是说你要好信好信 当然好信好信是好的 就是我要好信好信 神赦免我 你真心说 神我需要你的救恩 神就赦免 而圣经又说到 得救的人 他一定会有果子 我们会再看看 这里说到 真信主有的果子 但不是靠这些行为得救 我们要分清 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是真信主一定会有表现 用一个例子 一粒种子 你放一些水给他 有阳光给他 它是会长大的 它长大就证明它有生命 如果你放了水 它有阳光 但是它不停不动 就证明它死了 那个种子是死的 它没有这个信心 它不是真的信心 它就不是得救的 这个真信心有什么果子 有三类的果子 第一类跟救恩有关 第二类跟神的关系有关 第三类是行为那方面的 就是说 跟救恩有关的果子是什么呢 是他会继续悔改离罪 凡是基督徒一定会 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如果没有这种东西 它是有问题的 比如它骂人又没有感觉 它伤害人又没有感觉 港大说又没有感觉 偷钱又没有感觉 它不是真的信耶稣的 它一定会 圣灵在哪里 得救的人一定有圣灵 有圣灵一定会知罪 因为圣灵会提醒我们 它会继续依靠耶稣做救主 耶稣你是我救主 主靠你赦免我 他一定会信靠的心 第二就是同神关 他会亲近神 常在耶稣里面 耶稣是常在他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 如果不是常在他里面 就好像枝子叼在外面 枯干人拾起来 轰在火里烧了 如果不是亲近神 就会枯干了 没有生命了 真信耶稣的人 一定会继续亲近耶稣 如果没有亲近耶稣 证明他不是真信耶稣 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耶稣 他不是很爱神 所以最大界面就是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还有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坐可就 有些人信耶稣 他会觉得 耶稣应份做的 他有时都不帮我 他都不是那么好的 觉得对耶稣很藐视 很看小 没有一种珍惜的心 这个就是没有爱耶稣的心 行为会怎样呢 遵从神 神吩咐的 他会去做 圣经讲到 称呼主 主要的人不是都进天国 唯独行天父子的才能进行 还有师奉神 师奉神不一定在教会有崗位 总之我们做了一个小子身上 马太25章我讲到 做了一个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主的身上 就是师奉 你鼓励人 就是师奉 任何为主而做的 下面我们一起读一读下面的字 我们悔改信靠主的救恩就得救 不靠行为得救 信心必产生果子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悔改信主 信靠耶稣的救恩 信主什么 信耶稣的救恩 不是就是信耶稣医我们 信耶稣的救恩 一定得救 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是信心一定会有果子 这个经文马太7章21节 就讲到 清风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尽天国 为了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够进去 到那天有很多人说 我奉你命传道 奉你命赶鬼 奉你命行得意能 但耶稣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就是如果有人说信耶稣 但是生命没有改变 没有遵从神 他的信心是死的 因为神不是就是你信有神 就是好像怎么样 有些人信耶稣好像怎么样 他会信有英国 我们都信有英国 不过信有英国 跟我们日常生活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有些人以为信耶稣 我信有北极 那信有北极是怎么样 跟你生活没有关系的 那信耶稣 总之耶稣在这里 那不是叫信耶稣 信耶稣是跟他有生命的关系 依靠耶稣 所以这样的人 他一定会有改变 他一定会有力 就是有动力去进行神的 而有很多人 就是做表面的工作 他只是 我听过有一个人跟我说 他说有个牧师 他退休之后就没有回教会了 那些人就问他 为什么你没有回教会了 他说我已经回了教会几十年了 现在不用回了 那到底他跟神有没有关系 因为他就是回教会上班呢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是有问题的 就是不是一定你做传道 或者你去赶鬼啊 行二能一定是真的跟神有关系的 而很重要就是信心没有行为死 但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我们是信靠耶稣得救 好了 那圣经也说到 遥恕人的过犯天父就遥恕我们 不遥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遥恕我们 就是说有个人 他一直生气人一直不肯遥恕的时候 可以影响我们的救恩 就是他一直生气人 他真是坏 我真是想救他 真是想有些不好的发生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不遥恕人是可以不遥恕的 所以我们想想自己 我们都有很多的罪 神都赦免 我们就去求主帮助我们遥恕人 圣经也说到 有些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不是我们要靠行为 而是真信主我们就会处理生命 有这些罪我一定悔改 不只是列出这些罪 任何罪都可以叫人不得救的 我这里特意有些转了颜色 奸淫 仇恨 憎恨 忌恨 忌恨 老怒 结党 纷争 质道 醉酒 芳宴 基督徒有没有质道呢 有没有竞争呢 有没有分党呢 有时都有 你说我落地獄吗 我们需要为这些悔改 有些基督徒就会说 我要针对这个传道人 我要针对那些人 我要针对那个小组 我要和他们分开 这样的时候就有分党 如果不悔改 是可以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我们是永远靠耶稣得救 信靠耶稣得救 但信靠耶稣 我们的心会有指责 因为圣经会提醒我们 圣灵会提醒我们 就是说 你现在在生气的人 我们需要遗恕他 我们不可以在里面有这个质道 这样的时候 他是真基督徒 他就会灰改 如果他不灰改 一直觉得不重要 的时候是有危险 我亦都告诉大家 有些这样的教导 他说 总之你信耶稣就得救 你行为就是赏赐 你多些好行为就赏赐 你不要赏赐 你没有什么好行为都不重要 你总之信耶稣就得救 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 圣经是说 一定是 他信心一定是有行为的改变 好了 我们最后一点最重要的 就是如何从地狱 将人抢救出来 因为 个个不信耶稣 或者说信耶稣 都是落地狱 说信耶稣 没有跟从 跟神没有关系的 都是落地狱的 我们忍心见死不救 当他在地狱那里 你只看到一个人跌到河 你都会救回来 如果火灼 有个小孩在窗边 你站在他身边 你会拔他出来 我们一定会拔他出来 我们都会看到 我们真的要做一些事情 救人的灵魂比一切更加重要 救一个灵魂是非常重要 那为什么我着重训练 因为训练的人就要救人 不只是我救 我想训练多些人去救人 我希望大家 救一个灵魂 比很多好行为更加重要 有些人可能用很多时间去 这些需要做的计划 去唱诗歌 这些是好的 不过 所有的目的 都是希望达到救人 不是计划还是计划 跟救人是无关的 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救人 和改变人的生命 兴起更多基督的征兵 尤其在末后的世代 而我们的传福很重要 就是爱心能够融化人的心 是爱心 不是说 嚇到他 哎呀死了死了死了 飙了冷汗 哎呀死了 我真的要去信耶稣 我们都可以说他关于地狱 但是 我们都是用爱心 因为关心 有时我们一马上说地狱 他会立即反弹 不要传福一句说地狱 但是我们到某时候需要说 试过有一次 有一个人 他的太太是信耶稣 丈夫一直都不肯信 他太太就想 她的丈夫是临死的 真的我去到那时候是临死的 是很危险 我去到跟我丈夫尝试谈 她立即做什么呢 放手 不要说了 但我也是要说 我说 我所说的是很重要的 你很快会发觉 我所说的是很重要 真是有天堂地狱 你去了就不能回头 你信靠耶稣可以得救的 他不让我多说 不过我说几句 是最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耶稣为你死 你悔改信耶稣 耶稣就将永生给你 你很快会发现这个是真的 但有些人到死都不肯改变 但我们的爱心 是可以融化人的心 我们关心他 以及随时作见证 这个是我们应该做 随时作见证 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 好 主安慰我 我们就见证了 先打横 主修补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如何改变 主医好我的情绪 主修改我的圣情 下面 主医治我 主对我说话 主提升我生命 主叫我睡得好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作的见证 任何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事 我们都可以告诉别人 这件事就可以令人对耶稣更有好感 有些人说我都需要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介绍耶稣给他听 你悔改信耶稣 你可以得着耶稣的救恩 耶稣会继续祝福你的生命 也可以用这个经历圣灵报道法 这个就是我训练的 如果你想受训练 你可以每个星期日下午 除了每个月第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之外 我们都会有训练在两点到四点 如何为人祈祷经历圣灵 我为人祈祷经历圣灵 是多到不得了 现在我发觉是九成以上 是会经历圣灵的 只要他有这个开放心 他就可以经历到 第一 是聆听和回应他的需要和感受 当他说到他需要的时候 我们跟他说 聆听他说 回应他 很辛苦 我知道你不开心 我知道很影响你烦恼 睡不着觉真的很烦恼 第二 分享自己曾经的圣灵 如何帮助 或者某个人 我曾经睡得不好 我祈祷真是好 神安慰我的心 神拿走我的重担 我们都可以分享给别人 邀请了 你想我为你按手祈祷 如果我们已经处理生命 你觉得没有邪灵在生命中 你可以放心为人按手祈祷 虽然在教会是需要牧师通过 但是你个人私人 你如果觉得你都没有邪灵攻击 你可以放心去做 如果你觉得有邪灵攻击 你就需要去处理了 好了 邀请他为他按手祈祷 完了之后 奇言讨就问他 你跟着我一起读 好吗 请你仍然闭上眼睛 你在祷告时 有没有经历或感受 就问他 在祈祷有没有什么经历或感受 而他说的时候 有 第五就是说 你经历是圣经所说的 就是神的平安 慶省 喜乐 感动 爱 或者医治 或者赶出邪灵 你想神以后祝福你 就是由圣经的经文告诉他 第六就是说 你想耶稣以后祝福你 他想你就解释救恩 那我们就需要带领祂悔改 信主 以及教祂如何亲近神 和遵从神 就不是只说 他信了耶稣就可以了 我们要教祂亲近神 这个方法 真的会让祂知道 神很真实 是可以经历的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 一定要做的 就是解释耶稣的救恩 以及如何得救 如何跟从神 三样东西 耶稣的救恩 就是耶稣爱你 代替你受了罪的刑罰 我们需要说 耶稣为我们做什么 就是祂为我们钉十字架 神的儿子 十字架 以及如何得救 以及如何跟从 下面那里我又写到 左手边的底 第一悔改信主 信主信什么呢 不是就是信医治 信耶稣为我们钉死 赏免我们的罪 救我们的灵魂 那你就成为神的儿女 那我们就读圣经 这个教导去跟从 然后去爱慕神 以及去敬拜神 学习去祷告亲近神 以及参加教会认识神 以及敬拜神 这个就是教导他以后跟从神 当我们肯去做 并且你看到什么人 你都为他祷告神 我用什么方法跟他说呢 我希望大家向任何一个人都好 甚至有些人很抗拒 你都说神让我聪明智慧 我其中一个同学是做医生的 我去见他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张纸 就是说到证明有神的证据 不过他又不肯要 不过我做了我应该做的 不过我下次又见他 我可能又再说一下 即他是拒绝 但是我未见他之前 我想定我做些什么 我有些人 我需要打电话给他 我就会想一下如何打电话给他 就是我们需要去思想和讨告 哪一个人 譬如有个家人对你好不好 我们需要祈祷我 如何改变我的态度 对他更加好呢 我们需要一路祷告 求神带领我们 即不是这样 一声就做到 还有有时冲动说 未必最好的 需要问神 什么方法 什么智慧最好的方法 对他 这个就是传福音的策略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救人 并且有些人说 信耶稣是信得很软弱的 我们都需要坚强他 帮他 譬如他一路骂人 他说信耶稣 他经常骂人 那他里面的愤怒 是可以令到他失去救恩 我们就需要和他解释 或者听他说一下 然后如何帮助他 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事 大家想这样做 希望我们真是成为神的精兵 在末后的日子给神使用 现在我用这首诗歌 大家可以起身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真是叫我们知道 真是有天堂有地狱 是真的 你都知道 这个是末后的日子 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耶稣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愿万民都能够做你的门徒 愿万民都能够 来到你面前 愿万民都能作你门徒 能尽以师奉信 付爱奋向主人 愿万民都从罪我都得释放 神愿你兴起我 孝着一切争战 火日半地死你 愿你竟出人次 让教会被见下 人心奉复救主 我总会软弱 但我知主人足够 陪伴着我 直到父神的旨意 达成月 万民都能作你门徒 能尽以师奉信 以护爱奋向主人 愿万民都从罪我都得释放 神愿你兴起我 带着我一起争战 火日半地死你 愿你竟出人次 让教会被见下 人心奉复救主 人心奉复救主 我总会软弱 但我知主人足够 陪伴着我 直到父神的旨意 达成月 万民都能作你门徒 能尽以师奉信 以护爱奋向主人 愿万民都能在我中得释放 神愿你兴起我 带着我一起争战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多谢赞美你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为我们 开这个救恩的门 多谢天父为我们 开一条路 让我们能够去到你那里 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大爱 经历到神的圣结 神的接立 神的瑶树 神的美善 真美好 多谢天父 我们为了每一个人 我们有这个救恩 我们多谢你 我们能够享受你 我们多谢你 求主帮助我们珍惜 欣赏神的救恩 我们欢喜神 因为神救我们 因为神这么好 我们就欢喜神 我们欢喜神 我们就做神所欢喜的事 去救很多失丧的灵魂 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 如果没有传道 谁会信呢 所以一定要信到 是从听道而来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 求主帮助我们 成为基督的口 将耶稣的救恩传扬出去 叫我们不要因为惧怕 因为胆怯 因为羞愧 而不去传扬福音 求主圣灭我们 没有传福音的罪 圣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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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求祢的圣火在我们心中燃烧 让我们心中充满着这种火热的灵 神来愿意我们心里火热 为祢的道大发热心 在我们世上的日子 我们不要说还有很多时间 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有多长时间 亦都我们预备我们自己 因为将来有将来的工作 我们现在开始为周围的人祷告 现在不如大家开声 为祢所认识的人 而未认识耶稣 求主给祢自慰 祢说 神 求祢给我自慰 我如何向祂传福音 用什么方法 现在网上有很多影片 很多各样的见证 可以用的 你想要的你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传给你 我搜集了很多这些有帮助的见证 求神给我们智慧 耶稣给我们聪明智慧 如何向这些人传福音 你问耶稣 主要求祢赐给我们火热的灵 我如何去 为到我周围的人祷告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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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求祢使用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不要白占地土 叫我们知道我们的说话很有力量 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力量 其实当有些人对我们不好 我们依然遥恕祂 祝福祂 到祂说祝福的说话 变成善待他们 真的令他们欢喜 我们更加有力量改变人 有些人是很肝硬 唯有柔和的心 才能够软化他们 多谢天父 我们一起宣告 耶稣 我们可以靠着祢 为主作见证 我们可以靠着祢 为主作见证 我们可以拯救人 脱离地狱的火 我们可以拯救人 你如果愿意的 你举手 我愿意为这些人祷告 并有行动 我愿意去拯救他们 我们愿意给神使用 求神祢使用我们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 圣名阿们 我们一起用主通文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子已行在地上 愿意行在天上 我们愿意给人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愿意给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尝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叫我们活出主的生命 叫我们活出主的怜悯 叫我们活出这种拯救人的心 和生命 多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